好 所以這個習近平 花了三年的時間救回孟晚舟 他始終不認罪 但是還是成功救了回來 那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台積電 被要求交出機密文件 我們的蔡英文會怎麼做呢 他能夠救到這個台積電 或者說乾脆雙手奉上 王美華已經不痛不癢 講了 企業靠雷什麼 他們的意見等等 但這個話聽了 就讓大家拳頭硬了 對不對 江啟臣告訴大家 台積電對於台灣有情有義 但是我們的政府 對台積電無情無異 介大使我們的網友 剛剛都在問 不能交啊 能不交嗎 那就要蔡英文要硬起來 他這麼對台灣這麼好 對不對 他一切都為台灣 要王美華學一下那個陳吉仲 就是說我到WTO去告美國 對 去WTO告美國 陳吉仲跟王美華一起去告 因為他們就是看到美國人 逢日必染 逢美必貴 這個不行的 另外實際上還有一個辦法 美國人最怕的 你去照美國人 美國人最怕的 他就不敢再對你來硬的 什麼呢 就改善兩岸關係 改善兩岸關係 你現在民進黨如果去主動 改善兩岸關係 美國就不敢了 但美國施定民進黨不想對不對 美國就施定民進黨 所以我們對民進黨 也沒辦法有所期望 你說陳吉仲為了世家 為了我們聯誤 都可以到WTO打一場官司 這個世家聯誤 我們損失40億台幣 台積電 我們現在的外銷35% 是IT產品 都是跟我們台積電 這一套大龍頭有關的 我們撕掉這35% 台灣的經濟還活得下去嗎 所以的話這種損失 這種是百千億美金的話 那你王美花怎麼可以都不動 你現在美國 我認為只是第二步 現在5奈米已經要到美國生產了 現在台積電打台積電 最後叫台積電都搬到美國去了 聽美國的話 那台積電不是台灣的 台灣是台積變成美國了 現在就一步一步在蚕食鯨吞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你現在王美花不行的話 就把王美花換掉 換一個強硬的 像陳吉仲那麼強硬的 動不動就可以到WTO去告的 這個有效嗎 他也只敢告中國大陸 他敢告美國 我認為最有效的 還是改善兩岸關係 美國最怕兩岸關係改善 你改善美國 就不敢跟台灣玩硬的 美國的邏輯向來是這樣 所謂的美國優先主義 就是比較文的講法 比較直白的講法 就是我美國老大 這個世界上我美國老大 但是我在各行各業 我不見得有能力做到老大 所以全世界的老大 都要臣服於我 我都要把全世界老大抓過來 所以過去日本很強 美國把日本打掉 然後法國這家 阿爾斯東很強 就把法國打掉 然後又反托拉斯法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們不能夠壟斷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們不能大過於美國 不能對我美國造成一些威脅等等 所以一個一個打掉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最讓企業主恐懼的就是 擄人勒熟了 他不但要罰你 要把你的企業吃掉打掉 你還要去坐牢 你有再堅強的法務團隊 也沒有用 他總是能夠找到法律 去收拾你 去制裁你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大老闆 最後真的都是含淚去坐牢 還有60歲去坐牢的 白髮蒼蒼 也到牢裡去捉了很久 美女 大主管 富豪 董事長又怎樣 在美國的法律面前 你不只要罰款 你還得要坐牢 用這個牢牢掐住 每一個人的恐懼 所以現在要這樣去 對我們的台積電 孟晚舟有習近平撐腰 我們的台積電 有誰撐腰 我們的政府會硬到多硬呢 你覺得呢